晚安你好 歡迎收看漲點密碼 我是陳明君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了285點 收在15415點 成交量3593億 兼台股是跌破了月線的支撐 盤是怎麼樣 觀察跟分析 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投股的張宇明分析師 老師好 明君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盤面上怎麼做觀察呢 先來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 今天跌了285點 盤中最低跌了334點 大盤已經來到15天的低點 高點拉回目前是第6天 那你會看到很多投資朋友 現在手上賺的幾乎全部都吐光了 為什麼會這樣 套勞的量非常大 因為最近的成績都在3000到4000億 我們看一下大盤的K線 這個地方是15天的低點位置 高點拉回目前第6天 那麼量很大 3000億4000億 所以來到15天的低點 當然套的量都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先想看 投資朋友 為什麼你操作這麼辛苦 那怎麼一下子全部都吐回去了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短短拉回不過6個交易日 不是嗎 最高點到現在對不對 為什麼台股才震盪一周 很多人錢都吐回去了 那這個問題不是我早就跟大家講過了嗎 如果你操作是跟著盤勢掌上來賺到的錢 那不是你的專業賺的 很快不小心一回答你就吐回去了 跟我講的是不是一模一樣 沒有錯嘛 靠什麼要靠實力才能夠長長久久 當然拉回了 你會看到很多人醜態畢露 上台不是吹牛騙人 就是辭窮了 不知道怎麼講的 海水退潮了 這是古神巴菲特講的 海水退潮 你就知道誰沒有穿褲子游泳 現在你就看到很多人沒有穿褲子 光屁股在游泳 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一下 看這個新聞 萬宏八寸場滿能 最重要是這句話 他說萬里無雲 看不到一片無雲 就是未來景氣非常好 今天總共 萬宏看到三篇報紙 這是第一篇 第二篇 一樣都寫萬里無雲 這是第三篇 獲利比去年增七成 當我們看完這三個新聞 那我們就要思考了 投資朋友最喜歡做什麼 最喜歡看報紙買股票 你現在手上套牢的股票 都是看報紙 看廣播節目 聽廣播節目 看電視解盤 甚至看財經台 分析去買的股票 那不是你專業買的 你是道聽途說的 最後很簡單很容易就套牢了 所以新聞很多 投資朋友無從選擇 你看現在就有三個忘紅新聞 對不對 今天看到三個 再看一次 一個 兩個 三個 同一天就三個新聞出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K線形態 你告訴我這個有漲嗎 好像沒有漲 好像盤很久了 跳燙狗跳很久了 到底要如何來研判它 那問題就來了 你到底是要看未來什麼獲利 這個萬里無雲呢 還說這個獲利增加七成呢 投資朋友這叫什麼 這可能是一個 預測 可能是一個分析 可能是一個研判 那不一定會準確的 懂意思嗎 真的萬里無雲嗎 那可能是一個消息面 是一個放出來的消息 所以你很簡單 你做股票你要想 到底誰走在最前面 最前面你看最前面那個就知道了 拍頭轉彎就是要轉彎了 你看後面沒有用了 你跟著大部隊走 我們當兵的時候在行軍了 有時候走得很累 也不曉得盡頭到了沒 尤其有一次我記得走在高坪大橋上 那真的很恐怖 屏東天氣非常熱 高坪大橋那個夏天的溫度 那不知道多高 當你走路走很快的時候 那幾乎你腳就貼在地面上 你離開馬路上去 幾乎貼在地面上走 你看走過高坪大橋 每個都起水泡 很可憐 腳都起水泡 那怎麼知道 這個要不要下橋了 到了沒 你不要看前面一個 你要看最前面那一個 開始又轉了 準備下橋你就知道了 你看你的前面沒有 你看最前面那個排頭 看他開始走 轉彎了沒有 你就知道到了沒有 所以不是看你的前面 是要看最前面那個排頭 所以我們說到底誰走在最前面 你要搞清楚 到底是基北面 消息面還是籌碼面 還是技術面還是股價 那你要看的是誰 你要看的是最前面那個 你看後面是沒有用的 那誰走在最前面 他不是跟你講 他就是股價 他們排第一個不就股價嗎 懂意思嗎 基北面的好消息 公街要訂單 誰會先進場 主力做手大股東 周圍的人 這個協力廠商等等 他們一定會知道 本來我送五噸的貨 現在一次叫十噸 還不夠再叫十噸 本來叫五噸 突然叫二十噸 公司一定增加很多訂單 所以很多人是比我們早知道的 懂意思嗎 所以你光看基北面是不夠的 要看什麼 看消息面 小道消息很多 對錯你也搞不清楚 看籌碼面 有時候籌碼面發生變化 他不是用農資買你看不出來 懂意思嗎 他可能從各個地方買的 你很難掌控他的 所以籌碼面看看就好了 那技術面怎麼樣 或因為股價變動 讓技術面產生變動 所以最重要是要看什麼 看股價的變動 你就知道有什麼狀況了 懂意思嗎 那如果一個好消息出來 股價都不會動 那不是更有鬼嗎 有市場可能有人在買 有人在賣 為什麼股價不動 股價為什麼在那邊盤轉 買的力量跟賣力量差不多 好看到好消息人去買 可是更大力量把它賣出來 哇 長不動了 就盤在那裡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知道 你到底要看什麼 你搞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輸了 你股票就做不贏了 所以不是看消息 看報紙做股票 那你永遠都是最後一棒 或是倒數第二棒 懂意思嗎 要看什麼 排在最前面 你還要問我 要看什麼 其實答案都在這裡 你還要問我嗎 那我們說贏家跟輸家 有什麼不同 看的想的做的都不一樣 為什麼有人稱為贏家 有人稱為輸家 贏家賣股票漲上去了 輸家賣股票跌下來 他為什麼要買 他有他的把握 他有他的技術 他有看的不一樣的東西 懂意思嗎 輸家為什麼會輸 當贏家出場 輸家要進場 股價跌下來他就輸了 所以我們這個贏家跟輸家 他們完全是不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 看的想的做的都不一樣 輸家一定是看報紙 他的名字叫做散戶 沒辦法 因為散戶只懂看報紙 不然他為什麼 所以你要怎麼樣 你要脫離輸家思維 脫離散戶的思維 你才能夠成為贏家 懂意思嗎 好 我們回到股城系統 萬宏可不可以 當然不行 為什麼 一個兩個三個賣出訊號 這個格局已經不對了 看懂嗎 已經三個賣出訊號出現了 三線架構已經怎麼樣 破壞掉了 三線破兩線 連第一線都快要掛掉了 這種股票我就不會買 我不是今天不會買 我很久看到這種情形 我都不會買 所以你看這麼長時間過去 兩個多有什麼時候跟你講說 萬宏很好 沒有 不會買這種股票 好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訊息 聯電今天發了兩個新聞 都在講聯電的利多 獲利2.42元 這個也是一樣 聯電獲利14年的新高 今年支出要更加五成 當我們看完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來看股價 不錯 漲一波休息整理又漲一波 今天跌下來 那請問今天跌下來 有沒有把多頭破壞掉 你一定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不曉得怎麼辦 你股票在裡面 你不曉得要不要賣 還沒有進場 你不曉得可不可以進場 那怎麼操作 沒辦法操作 所以不是看這個來做股票的 你這樣做不贏了 我們把它切入股程系統 那我們看為什麼它漲起來 三線翻多 懂嗎 為什麼這裡整理 因為兩條負線在零走 所以它漲不動 再一次三線翻多 這個態勢就不強了 這裡是不是創波段新高 可是你看這裡股文線比較短 這裡比較長 對不對 這裡低點比較 股文線比較長 可是這裡創高了 來比的是不是創高 創高了股文線沒有拉起來 就在背離 懂嗎 現在呢 第一條線在零走 第二條跌破 第三條在零走附近 所以你告訴我聯電可不可以買 當然不行 它已經站在懸崖邊了 不過就掉下去了 你怎麼買 當然不能買 這樣懂意思嗎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你要記得 什麼最大 趨勢最大 趨勢大於籌碼 所以你光看籌碼是不夠的 大於型態 很多跟K線組合叫型態 K線就是價格 懂意思嗎 開盤收盤最高最低 四個價格組合成一根K線 K線就是價格 散戶永遠在在意K線在在意價格 所以它做不贏了 懂意思嗎 要看什麼要看趨勢 趨勢不對就不能買 那我們剛剛講的望虹跟聯電 趨勢都不對了 好不好來 新手看價就是K線 老手看量為什麼 因為量先價行 量是因 價是果 好 高手看量的細部 叫做籌碼 高手已經算還可以了 贏家一定要看趨勢 看不懂趨勢 你不可能成為贏家 股神系統看 趨勢籌碼先動一線 來掌握股票的鬥空賣動 就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從今天成交值排行榜 今天是1月28號 從成交值排行榜來看 來最強的股票 因為今天開盤就跌200多點 看一下 哪個紅的 翻紅的不多 廣宇 宏基 核碩 都這邊 這不是都我們在講的股票嗎 這不都是趙勢明持股的股票嗎 除了宏基之外 對不對 廣宇跟核碩都是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核碩 沒有錯 今天是1月28號 我們今天把核碩先賣掉了 賺多少 兩單 賺8塊8 先把它獲利出場了 當然這筆單不會憑空把它生出來 不可能 趙勢明早就跟你講了 真的嗎 真的有講過嗎 來 核碩 1月14號 今天28 有了 來 核碩 有嗎 有 跟你講他突破這個壓力區的 三線翻多了 有沒有 日線周線都突破了 一定有講 對不對 電視畫面 有沒錯 東森的電視畫面 沒錯 東森的電視畫面 在這邊 所以我們今天兩單賺8塊8 先獲利出場賣掉了 好 那我們再看廣宇 請問今天是不是還在波段的新高點 大盤已經來到15個交易日的低點 廣宇依然在 怎麼樣 波段的高點 三線架構有沒有破壞掉 沒有 都怎麼樣 所以這種股票 我當然就繼續抱著 好不好 廣宇當然他也不會憑空而來 廣宇我們已經做兩趟了 已經賺72%了 下一趟出場 或許這個72變三位數 或許 因為我不能跟你說百分之百 或許這個72會變三位數 這我們都提醒過了 鴻基 昨天跟你講 冒出來一點點 低線短上檔壓力重 所以你要多觀察 今天你看盤中 我印的時間是 這個9點35分 盤中的時候怎麼樣 線已經補正了 他已經變成多頭格局 昨天在61分 好像考及格 可是成績又不怎麼樣 61分很厲害嗎 還好啊 那你看今天好像來到75分了 線型越來越漂亮 所以他已經脫離這個盤整區 因為這盤整區壓力太沉重 1234 所以他用怎麼樣 昨天用長紅棒突破 今天再來又一個跳空 小小跳空 加一個長紅棒來突破這個壓力區 所以鴻基已經正式翻多了 懂意思嗎 如果要買 我昨天是不會買 今天我才會考慮要買 但是因為鴻基 本身我覺得 它的爆發性比較不強 所以我沒有買鴻基 但他已經正式翻多了 好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檔 這個 昨天漲停板的股票叫上尾頭 好 昨天是漲停板 跌完之後 漲停板 可是有沒有翻多 沒有 空頭反彈而已 上檔壓力非常的沉重 昨天漲停板 今天跌5%跌回去了 懂意思嗎 不是看漲停板就可以追 不要搞錯 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所以這格局是不對 這張圖是昨天的 好 那我們再看 這檔股票還是一樣 這個三天前突破 突破完之後漲停板 突破這個壓力區 123456 很漂亮突破 但是沒有翻多 沒有翻多就不能買 昨天拉回半根停板 今天又拉回半根停板 把這根漲停板的幅度 全部吃掉了 三線空頭格局 沒有改變 有沒有 所以你看到漲停板去追 吐回去了 這格局還是不對 張愛明 這兩天都有跟你講 這種股票你不要追 有沒有 好 那我們看這兩股票 艾普 已經賺178塊 把它獲利入袋了 這兩股票 我們已經操作六趟了 不多啦 六趟而已 六趟 已經賺178塊 大概41%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兩股票怎麼操作 今天來到743 我們把它賣掉 時間在這裡 扣訊在這裡 這是總統會員操作的 那我們看這段過程 你給他賺個178塊 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合理 懂意思嗎 那怎麼操作的 有沒有先講 還是事後馬歐炮在這邊吹牛 今天743 把它賣掉 今天售盤跌到681 又拉回跌了60塊 會不會再進場 投資朋友 我認為我是應該會 但是聽我的扣訊 你不要亂進場 好 那我們看這一段 張藝銘怎麼操作 怎麼賺178塊 沒錯啦 非常了不起 我們看看怎麼操作 我們說 成交值排行榜 這是昨天的 最強的股票 艾浦 有啦 漲停板 沒錯 昨天盤沒有很漂亮 最亮的 最亮麗的三檔股票 廣語 艾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 艾浦昨天漲停板 恭賀的扣訊 好 27號漲停板 沒有錯啦 來 我們再看 這是1月22號 一樣 最強成這個盤板 又是艾浦 最強的 盤面上最強又是他 你看強不強 大盤已經達到15天的低點 你看短短一個禮拜 他看到三根漲停板 這第二根對不對 來 我們再往前看 來 又一根了 有沒有 沒錯啦 你看 多強 好 這一天21 看到第三根了沒有 所以你看大盤拉回的過程 已經拉回823點 大盤到今天拉回823點 這個禮拜艾浦三根漲停板 太強了 這幾天 不是這個禮拜 這幾天 從21到今天28 看到三根的漲停板 請問他強不強 你就知道 而且都在成交值排行榜 代表有量有價 你資金很大 你都可以進出 詹艾浦有沒有在講 那個小股票 自己買漲停板 那個要解什麼盤 自己買就漲停板 你解什麼盤 詹艾浦都在跟你講 成交值排行榜 有量有價 你資金3000萬5000萬 可以方便進出了 對不對 好 艾浦 漲停板了 是不是看到三根了 來 看到了嗎 沒錯了 第四根漲停板 有了 看到了嗎 又是成交值排行榜最前面了 對不對 好 又是漲停板 第五根了 有沒有 第六根了 所以你看短短期間 他拉了六根漲停板 所以這種股票應該賺他的錢 當然要賺他的錢 不賺他不太可惜了 對不對 有沒有講 12月28 剛好一個月前 詹艾浦有沒有跟你講 艾浦 當時不是這張格局 這張圖是這個三月到七月 2002年三月到七月 這段總共漲了三倍 懂意思嗎 好 那怎麼漲上來的 三千萬多漲上來的 那我們看28在這裡 詹艾浦跟你講什麼 在這裡 還沒突破壓力 詹艾浦跟你講一個月前 今天也是28 1月28 一個月前詹艾浦跟你說 三千萬多你要注意 當這個壓力一突破 他已經盤整了半年了 對不對 當這個壓力一突破 後面就上去了 真的有突破嗎 你看有沒有突破 突破啦 不是突破了嗎 不是上去了嗎 投資朋友 480 今天看到748了 有 480跟748 你自己看已經300塊了 有沒有 有 突破了 那突破完會怎麼樣 今天沒大幾吋 真的嗎 你看480 看到了 會長的股票都很便宜 會跌的股票都很貴 所以股票沒有高低 只有趨勢方向 這句話非常重要 來講艾浦最適合 所以他一旦翻多之後 開始幾枚大幾吋 再看一次喔 740 480 502了 有喔 529了 是不是幾枚大幾吋 有啦喔 583了 真的是幾枚大幾吋 有沒有 636了 是不是幾枚大幾吋 650了 有啦喔 幾枚大幾吋 682了 748了 到這邊喔 漂不漂讓你自己看 所以你要買什麼股票 當然要買這種股票啊 有人說老師啊你都最高 要不然我要最低嗎 我要去買那個一直破底的嗎 所以你的觀念如果不對 你就不要做 你絕對做不贏了 你不買三線販豆 然後每次買三種 一直破底 那個最安全 今天就是歷史的低點 散度就是這樣 教不聽啊 那我們能教就教他 不能教我們只好賺他的錢 我們很無奈 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進股票要贏嘛 那我們總不能說他不會做 我們就輸給他 他觀念偏差我們就輸給他 所以佛門雖大 不度無遠之人 我們沒辦法救他 也沒辦法 那我們就贏他的錢 沒辦法啦 你看這個格局你不做 不然你要做什麼 你告訴我 不是嗎 拉回修正有沒有破壞掉 沒有 沒有破壞掉 我還是持有對不對 總共操作五趟 這是上次 今天是第六趟了 有沒有 今天在743把它賣掉 賺多少 不多啦 178 你說很了不起嗎 好像也沒有很了不起 但是會不會很開心 這賺41趟怎麼不開心 透支邊 賺多賺少 沒有遺憾 賠多賠少 都是遺憾 你沒有賺這種股票 真的很可惜 透支邊 這種股票有機會賺一倍的 我也不認為說 我只有做這六趟就滿足了 我後期要做第七趟 第八趟 第九趟 第十趟 一旦翻多我就會做 除了它轉空 懂嗎 41趟了 這是你應該賺的 是啊 我解盤都會講 可是你在那邊看 你在那邊觀望 你在那邊考慮 你在那邊猶豫 你要想一想 你要研究一下 你要分析一下 當你還沒有決定 我們做六趟 178了 你賺41趟了 市場不就這樣嗎 很殘酷的 好不好 看得清楚楚 你能夠操作輕鬆鬆 沒有辦法 你只能看清楚 你才有勇氣嘛 你才敢做 你才能夠敢爆 對不對 學位這招 你何醜大也不成 都這邊 如果你有本事 短短期間 大概一個月左右而已 我們看多久了 我們看時間 看多久 第一比超12月28 今天12月28買掉 那剛好就是一個月 1月28 對不對 剛好就是一個月 都這邊 不是這一張 我們再看一下 12月28買了 今天1月28 剛好就是一個月 如果你有本事一個月 賺41趴 投資朋友 你還要什麼 你覺得如果你有這種本事 你什麼事情你不能辦 想買一棟漂亮的別墅 有沒有機會 想買一台漂亮的民視車 當然有機會啊 如果你有這種本事 一個月 不多啦 12月28 到今天也有28 賺41趴 投資朋友 學位這招 你何醜 大也不成 懂意思嗎 不就是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嗎 那如果你沒有這種本事 這一個月 你可能會傷得很重了 大盤今天來到15天的地點 然後我已經823點了 對不對 來 2021年 股市成敗關鍵 就是看你會不會選股 選股選股選股 奇怪 這案名你怎麼都可以找到 盤面上最強的股票 而且成交值盤榜裡面 前面的 那如果你學會這個 投資朋友 你2021年你能夠 不會很開心嗎 你會不會每天都笑嘻嘻嗎 我想應該會的 你會看到天貝 一道彩虹 非常的漂亮 對 因為你會選股嘛 你會找到牌面上最強 懂意思嗎 每個人都渴望賺錢 卻又捨不得付出代價 最後就是付出更大的代價 懂意思嗎 好不好 如果你處在黑暗中 需要不是猶豫 是要開燈 當你把燈打開 你或許會看到股神系統 或許會看到張艷明 你可以跟我一樣 同步擁有 輕鬆擁有股神系統 詳細的內容 你可以打來跟服務人詢問 把聲交給明君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國安華人君請張老師 幫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漲跌密碼 再把時間交給張老師 好的 大盤拉回六天 已經跌了823電 這個地方到底轉空了沒有 我們看看股神系統的顯示 電子股的格局 目前是兩多一空 還沒有 大盤就比較弱 因為大盤還有傳產股的影響 大盤第二線跌破 第三線在零走 說真的相對是比較危險 一旦大盤轉空 代表大部分的股票都在跌 選股會更加困難 懂意思嗎 2020年如果你沒有賺到錢 2021年你要賺錢會更困難 這是我早就跟大家提醒了 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 成交值排行榜 重量型的股票 他們到底轉空了沒有 來看一下來 鴻海轉空了嗎 沒有 他從80漲到120 目前多頭格局沒有破壞掉 好 聯發科 三線多頭但不搶 中線在零走 所以我們說多頭 但是弱勢的多頭 好 國際還在多頭格局 但是一樣第三線有點衰弱 第二線在零走 稍微有點轉弱跡象了 好 天綠 這兩天跌下來 今天又拉上來 拉一個掌停板 但是我們第一線都在多頭格局 所以他多頭沒有事 重滿線動一線在零走附近 所以這個還是要小心 有明顯轉弱跡象 那之前多頭沒有死 所以多頭陷入整理而已 好 那我們再看長龍 對不起喔 這格局不大對了 轉空有一段時間 低線越來越弱 這格局不對了 好 南電還在多頭格局 立基也還在多頭格局 好 廣宇 這更漂亮 三線多頭 你看這個比起來就吃到了 一比馬上就吃到了 對不對 這是不是多頭 這個不是 對不對 這是啊 這是不是這個也是啊 這個呢 喔 更強 你看就知道了 蔡英明你買什麼股票 我就買這種 懂意思嗎 要買就買這種股票 你賺錢的機會會更大 因為漲得比別人快 蔡英明廣宇已經做兩趟 賺72%了 下一次出場 後續就會變100% 後續啦 我不能跟你保證 因為股票不能保證 好 艾普 我們今天一樣把它做一個獲利出場 743已經賺 多了 778塊 41%了 就是一個月從12月28 到今天1月28 1個月41% 最近好不好操作 你自己知道啦 你看你手動股要知道 套了一塌糊塗對不對 好 核碩 我們建議把它做一個調節 這是兩單賺8塊8 先做一個出場 好 領養 這是我們操作股票 這還在多頭格局 好 大盤來到15天的地點 好不好操作 非常難操作 來 我們看一下 加百億 漂不漂亮 這盤了很久 盤了大概四五個月 拉一個長鋒棒 突破這個壓力區 突破了沒有三千萬都有 蔡英明你買什麼股票 我買這種股票 你買什麼股票我不知道 來 有沒有 工上漲停板了 大家恭喜 你看就好 不要追 我講完你再來買 你都幫我們抬腳 我很感謝你 但是我不需要你這樣 幫我們抬腳 我希望你能夠跟上我們腳步 工作也是一樣 都在多頭格局 都很漂亮 懂意思嗎 好 一樣工上漲漲停板了 好 這個也是一樣 都三千萬多了 很漂亮 不是每天都有例子 一旦出現 我希望能夠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過年快到 我們能夠賺一些錢 讓過年過得更愉快 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能夠幫客戶賺更多的錢 讓你平安 好過年 把時間交給明君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師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是還有內衣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要獨立判斷 全盛評估並解析鋪投資風險 祝您發作順利 我們再會 期待公司 達 wisdom 林俊 可視隆 環境 提醒 偶